大家好,来和大家说一下 这种瓶盖卡得很死的,打不开,怎么去呢? 那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我们用这个内六分的扳手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打开 内六分扳手这里呢,刚好有个活动 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活动 把这个卡死的瓶盖打开一下 瓶盖卡死啊,我们不要再用野蛮的方法操作 军院这个扳手轻轻松松把它打开 不管是这种塑料的瓶盖 还是这种罐头的瓶盖 都可以把扳手拿来打开 那这种罐头呢,很多人都是从底部这样给它弄一下 然后再去打 而这个呢,卡得比较死啊 没办法打开 费了很大大劲 罐头里面的食物呢,都吃不上 最后啊,小根,掰法 把罐头呢,敲碎 这样呢,质不已关 而且还比较危险 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内六分扳手 来把这个打开一下 现在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这个呢,就卡得特别的紧 打开 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绳子 然后 用绳子啊 在这个瓶盖上呢 做这个扣子 我们一般呢 如果方便在情况下 做这个猪气扣 都是可以的 猪气扣呢 也是特别的方便 特别的简单 我们直接就可以做 那绳子比较长的情况下呢 建设大家呢 用这种啊,猪气扣 到底 这就是啊 最简单的猪气扣 怎么样 越拉越紧 在这个部位呢 给它做一个扣子 那我们把这个内六分扳手呢 放进去 然后我们开始旋转 越旋转越紧 紧到日进的程度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呢 上下这样 回放 现在 这个活动 刚好和这个瓶盖呢 是卡到日子 然后我们就上 这个呢 来把它打下 对 对 怎么样 轻轻松松 就把这个盖子打开了吧 它就是要利用啊 这个内六分扳手 这里呢 有一个点 这里呢 有一个把柄 通过杠杆的原理 使这个键收集 很快就能把这个平盖打开 方法很简单 分享给大家 如果入到平盖卡子了 我们就认为 这种方法 道歉 还不打花 怎么样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们 点关注